台南市中西区跟南区在今天晚上9点40分左右突然间跳电 造成了5000多户大停电 而台电立即派人抢修 初步检查发现 疑似是新建线CV跳脱才导致了电路异常 目前已经有3000多户陆续的恢复工电 剩下1600多户还在积极的抢修当中 预计晚上的11点钟将可以全数恢复用电